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颁发今天的生活风采奖 好 接下来要为大家请出的是 我们的颁奖嘉宾 曾经在2014年获得新风采创业颁奖典礼 生活风采奖的得主 蒋宇女士 好 我们来看看生活风采奖 一共有13个故事 那么候选名单又是怎样呢 生活风采奖候选人 谭新雄 李德华 徐旭祥 Jenny Poo 赵友玲 郝伟 王毅杰 从风集团体 黄英 宋涛 冯晓龙 江振 黄建峰 张英珍 这两个都是很了不起的 我们女性杰出的代表 感动的没有想到这个奖品能得到 因为大家都是这么的优秀 这么的棒 谢谢新风采把这个机会让给我 我也是感谢先生 感谢家庭 还感谢所有的朋友的知识 然后也会尽我的能力 尽量的帮助我们华人社区的乳癌患者 能够让他们尽早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中去 就跟我一样 那就谢谢大家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Jenny 看到你我们都看到希望了 小璐 说到这个公司创业 我觉得现在开公司其实非常容易 因为注册 就是我要去注册公司的钱也并不多 很少的钱 然后手续不是那么复杂 就可以注册成立一家公司 但是要经营下去其实挺困难的 对 我觉得创业者真的很需要勇气 你想什么事都得亲力亲为 对不对 其实当老板真的不容易的 但是为什么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这样做呢 因为很受虐 对不对 你怎么回事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因为创业可以带来钱 可以赚更多钱 然后可以有更多的成就感 所以大家其实愿意为自己的梦想拼搏一把 说不定向前看的时候能够看到钱 多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接下来我们其实要表彰这些 虽然说很困难 但是知难而上的公司创业类当中非常优秀的人 我们来看看我们即将颁发这个奖项的是公司创业奖 首先要请出的是我们的颁奖嘉宾 好 我们颁奖嘉宾是地产精英 Bonnie & Daniel Nguyen 恒生地产云维中以及恒生第一地产云霄彭子女士 好 请Bonnie来为我们揭晓 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公司创业奖 一共也有13个故事 看一下候选名单 公司创业奖候选人 庞军 丁立新 刘景盛 魏东 陈一恒 黄嘉祥 武魁斗 赵瑞明 孙菲 孙菊 可欣 李渝 王生忠 王妃 陈董源 崔晓东 郭宝良 Helen Lu 马进 郭英亭 恭喜公司创业奖的掌人 彭君 已将在明年夏天的准备进军纳斯达克 祝贺您 公司创业奖的取得 离不开公司团队的共同努力 凝聚的每位公司股东 公司员工 公司合作者的心血 我们公司位于 尼亚加拉瀑布市 主要以 新药研发 仿制药技术研发 原类药中间体 高端保健品 三地打印医疗 钙细胞 癌症导致检测为主的综合医药公司 我们公司真正希望 与在座的各位朋友 与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 一起努力 为华音争光 为眼泪的健康 做一点点事 欢迎大家到大部分的公司做客 谢谢大家 谢谢 唐君先生好像是企业家开会时的发言 非常感谢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二位的获奖人 那是 right Coproate Sector Saken Trophy Ghost 2 恭喜你们了 你们是三位的 魏东 刘景胜 曾 义衡 三位合作 创办大型的IT公司 三位年轻人 好 我们一起来合影留念 谢谢新风采节目组 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公司 就是新创才不到两年的公司 就能拿到这个殊荣 非常感谢 大家都知道 作为创业公司 从零到一 从无到有 这个过程是非常艰辛的 但是我们公司 占了天时地利人和 天时就是说 在2015年 我们就着创业 中国创业浪潮 以及互联网家的浪潮 然后我们地利 我们在万景市 是安省的科技 扶持重点城市 人和 也就是我们三个合伙人 以及公司的全体员工 大家齐心协力 把公司 做好 做成壮大 在初创的时候 大家 非常辛苦 大家也知道 就是每天工作 真的是工作到 很晚 然后基本上是724 然后就是在 研究案例 然后设计 设计方案 大家都很辛苦 在此我多谢 我们的员工 和我们的合伙人 同时我也要 非常感谢我的家人 以及我们所有的 这些员工 和创始人的家人 给我们的大力支持 如果没有 他们的支持 我们也走不到今天 谢谢 好 非常谢谢 谢谢 谢谢